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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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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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所笼罩 本来应该空无一人的世界 出现了没见过的人形怪物 人形的怪物 能自己行动的盔甲 虽然听起来像是精神受到刺激的胡言乱语 不过回来的伤员都描述了这么个东西 不光是这个 在黑暗之中 普通的敌人都变得难以对付 所以姚鱼三反对的损伤惨重 不过 目前撤离回来的伤员 似乎还提到了一件事 有一个自称阿琪的巫女 在帮助治疗伤员 阿琪 珊瑚宫登陆在岸的巫女 似乎并没有这样的一号人物 确实没有 但是 她主持了一个名叫千灯纪的仪式 在渊夏宫的中央区域里 维持住了一丝光明 多亏了她 受伤的军士们才能有一片安全的地方可以休养 千灯纪 这个名字 我确实在渊海驻游集成里见过 不过这个仪式只在渊夏宫里能派上用程 所以并没有被带上海祈祷 如果不是有照料伤员的药物在身 我倒是很想和这位阿琪巫女见个面 就算珊瑚宫大人你没有药物 我们也不会让你下去的 现在的渊夏宫十分危险 只有旅行者和派蒙这样的无双勇士才能涉足 没错没错 果然这件事只有我们能办的 怎么说我们也是合作过好多次的伙伴了吗 关于这个阿琪还有什么别的情报吗 有人提到他戴着一个奇怪的面具 遮住了上半张脸 这样啊 他是想要遮住什么东西呢 珊瑚宫大人 依属下之余见 阿琪的行为相当轻善 而如今情况危急 现阶段是没有余力去提前设防 怀疑盟友的 嗯 我明白 我已经调集了剑语一番队 前往渊夏宫继续撤离伤员 旅行者 你可以与他们同行 剑语一番队 会护送你到达渊夏宫中央的营地处的 另外 请你带上这个 这是 什么东西的碎片吗 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饰品罢了 在需要抉择的时候 应该能够帮助到你 珊瑚宫大人 这个 这个是 海七道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了 而且 另外两片碎片都在冤夏宫 如果有缘 还可以趁这个机会让他们重聚 明白了珊瑚宫大人 那么 紧急补救行动 三剑路想计 即刻启动 嗯 都有麻烦 请原谅我先行离开 照顾伤员 如果你准备好了 就去找上爷吧 准备好前往黑暗笼罩的冤夏宫了吗 好的 请随我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如果还有机会 明眼 我要申请让剑鱼一番队 去治理海七岛漂浮灵 我宁可干那个 也不想再下冤夏宫了 那种只有个盔甲 咔嚓咔嚓追人的怪物 太可怕了 完全理解 总之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到安全的地方了 前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吧 呀 你们好啊 这不是姚鱼三番队的著名怪人史部吗 你看起来和其他士兵完全不一样 精神挺好的呀 是吗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恐怖故事 方间传说什么的 这次下了冤夏宫给我开眼界了 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完全不能理解 难得有机会来到冤夏宫 其实我还挺想探究一下 冤夏宫四大迷案之首的文骨案来着 你别把自己搭上了 到时候还得让我们出人力去救你 不说这些了 那边台阶上面有临时营地 如果你们还没去过的话 先去那边休息一下吧 那边有个照顾伤员的巫女 应该就是之前提到的阿琪吧 我们过去问问她情况吧 你们和之前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你们是人类吗 呃 她肯定是人类了 只不过不是海棋岛本地人就是了 那你呢 是人类幼崽吗 是吗 我还以为人类成年了会失去飞行能力 深海龙溪的幼崽拥有辨别色彩的能力 成年之后反而就看不见了 阿琪小姐对深海龙溪好像很了解的样子啊 你们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啊 是你帮助过的伤兵们说的 是吗 在下名叫上野 是剑鱼一番队的代理队长 这次是下来保护伤员撤离 同时紧力辅助这位调查冤下公益状的 之后剑鱼一番队会稍作修整 然后开始行动 那么我先告退了 你们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吗 那可太好了 我现在维持这里的千灯长明 就已经很吃力了 要去解决黑暗蔓延实在是力有不足 阿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是虚无界的入侵 白夜国的著名认为存在三个世界 龙溪界 人间界 和虚无界 冤下公的黑暗 是虚无深渊的东西 龙溪和人 都无法忍受 可是深海龙溪不是喜欢黑暗的吗 深海龙溪只是讨厌光 因为在这深渊之下 光就代表着人类的活动 实际上 龙溪界指的就是纯粹 原始的元素生物世界 它在书上的名字叫做光界 光界的七王 则是代表蛮荒原始元素立之鼎的元素七龙 所以这就是路子把这次行动叫做 三界路想记的原因啊 三界路想记 和真实情况相去不多 不过 它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三角路想记 因为虚界黑暗的根源 就是冤下公边垂三角的高塔 那三个高塔 是之前失恋的地方 你们之前去过那里吗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是吗 我说阿琪小姐 为什么要戴着这个奇怪的面具呢 为了遮丑吧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担心吓到一般人 仅此而已 你们 会因为这个不相信我吗 不会的不会的 阿琪小姐一直在帮助受伤的人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感谢你 是不过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 总之 如果你们有意去解决冤下公的黑暗 可以找我来寻求指引 如果 如果你们能相信我的话 我去里面照看伤员了 顺路和新来的人们了解一下情况 那么 准我先走一步 怎么办 我虽然很想相信阿琪 但是 不如 我们去问问伤员的意见吧 你们好 你好啊 我们想要打听一下 那个面具巫女阿琪的事 是觉得她的面具很奇怪对吧 你们可问对人了 哦 我算是比较早被阿琪小姐救回来的伤员了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为什么知道冤下公失传仪式的巫女 会戴着面具呢 于是我就开始软磨硬泡 想要问明白这件事 结果呢 那时候人不太多 她给我看了一下她面具下的脸 其实大部分都很正常 她戴面具只是为了掩藏一件事 她的瞳孔是竖着的 像是蛇一样细长 你没有被吓到吗 常理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吓人吧 但是海棋岛人都知道一个传说 不对 应该说是历史故事吧 海棋大御神的第一卷属 是海棋御史一族 传说他们半蛇半人 协助我们的先祖击退了深海龙溪 虽然他们后来消失在了历史里 但是你看阿琪小姐也有蛇一样的眼瞳 我很自然就能产生信来看 他们又在危急时刻回来了 哦 这样啊 虽然我并没有很多见识 但是我觉得阿琪小姐是可以相信的 您好 有什么事情吗 您好啊 我们想打听一下那个面具屋女阿琪的事情 阿琪姑娘的事情啊 你们具体是想问什么方面 感情经历婚姻状况我都问过了 她无可奉告 呃 不是这些啦 你觉得阿琪小姐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迷人的女孩子就算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也只是增加了魅力 神秘感 捉摸不定 如梦似幻 你懂吧 我很认真啊 不过硬要说的话 应该是她身上的两个配饰吧 一个是她的面具 不知道为什么要选那个有点吓人的面具 还有就是她之前给我包扎的时候 从袖子里掉出来了一个挂坠 看起来像是掰开来的什么东西 分别穿成挂坠的样子 唉 阿琪该不会已经有定下终身的晴郎了吧 我觉得很可能哦 你还是早点醒一醒吧 看起来这些受伤士兵都在休息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吧 好像问的差不多了 我们去别处整理一下情报吧 阿琪小姐就在房间里面 被她听到我们背后的议论 确实不太礼貌呀 刚才从士兵们那里知道了这么些事情呢 阿琪的面具下面是蛇一样的瞳孔 海琪岛人认为这是奥罗巴斯眷属的特征 从她的作为来看 确实是在保护海琪之民呢 而且之前也听她说 她在尽力去解决 冤夏宫弥漫的黑雾 听起来似乎很可靠的样子 是啊 为什么她要遮住瞳孔呢 明明这就是博取信任的好机会啊 不过现在似乎也只能先听听她这么说了 我们留一个心眼就好了 联的颖孔 决定好了吗 嗯 让我们一起来整治冤夏宫的黑雾问题吧 生日 是吗?那么,请你收下这个。这个叫做木书之侠,是我之前找办法的时候,从大日与雨里翻出来的。其实,千灯仪式的做法和用具,都是从大日与雨里翻出来的。还好,我能看懂人类的文字。 嗯?你能看懂人类的文字不是很正常吗?你是说,能看懂古代渊夏宫的文字吗? 哦,没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想说渊海驻游集成上的文字吧。我并不知道是古代字还是现代字。 不必在意,还是说回正事吧。这个木书之侠可以采取光明,然后小范围内抵消虚界的黑暗。 比如说,被黑暗护持的魔物。使用木书之侠的力量,就可以将它们打回原形。正好营地附近有这样的魔物在作怪。你可以去体会一下木书之侠的力量。我稍后会跟上你的。 有时间累了吗? GET DOW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如磐石,天理常驱 一起来玩吧,起风了 走了 伸手了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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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果然有用 我们去找阿琪汇报这件事吧 重新出发吧 安如磐石 看来你已经学会怎么使用木树之侠了 那么 我来为你说一下行动的最终目的 之前也说过 我们需要推进到渊夏宫边陲的三处高塔那里 那些塔 是深渊的家伙 依照形制和传统复原的虚界之塔 深渊的家伙 难道是 他是一个满嘴鬼话的家伙 不知如何 他知晓了渊夏宫三界与三角的事情 之后 就用深渊的技术 带来了那些东西 并且利用虚界塔 开始散布深渊的力量 这会让珊瑚王虫和深海龙溪 都十分痛苦 我并不知道 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对我们来说 深渊像是强烈毒素 对他们来说 也是慢性且成瘾的阵究 可能 只是喜欢背叛和玩弄他人吧 我确定了 一定是那个家伙 你们认识吗 那他就是共同的敌人了 没错 想要消除黑雾 需要登上虚界塔的最高处 然后启动上面的光界之追凿 把光界的力量放进来 渊夏宫确实是人界之地脉 光界之元素奔流 以及虚界之暗流都很强的地方 另外 我只是按照书上写的步骤实行的仪式 好像千灯的核心 是面前这个人像 对他供奉光界力量结晶的话 可以让木书之霞变得更厉害 在此处休息的话 也可以恢复匣子的能量 另外 请你收下这个守绘地图吧 三座塔的位置为你标记好了 探索需要循序渐进 推荐你从这里的塔线入手 那么 我能帮助你的地方就到这里了 我在这里静候你的佳音 宫确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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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起來沒有辦法爬呀 你的實力我姑且認可 全都可以炸完 聚收並續 閒然誤擾,這項工作該劃掉了 光板,燈火 棒棒炸彈 雙寒話說,開鍋了開鍋了 彈起來吧 彈起來吧 雙寒話說 雙寒話說 彈起來吧 靜止接觸 見識下師傅的槍法 熱火熱火馬 勇敢 我 給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啊 是不是需要用到那个 虚解塔的控制器啊 哦 这个图案和塔身上的图案 似乎一样哎 是不是有点关系 能够擦座了 但是究竟怎么样才能让塔接在一起呢 我们去附近找找线索吧 咱们去看 搞定啦 这样就能爬上去了吧 这样就搞定第一个啦 不过刚才高塔组合时释放出来的深渊力量 似乎没有直接消失 那些黑雾灰入大地 周围又发生了异变 有空的话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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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找到 不想找到 那不想找到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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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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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可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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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跟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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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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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惊 居然真的能解决问题 这一次那个家伙没有骗我们呢 按照他那套诡辩来说是这样了 你怎么感觉有点和他互相理解了 这可不行啊 现在大日欲语的通路应该被再次打开了 我们赶紧下去看看吧 飞比跑快吧 应该还是坐着这个下去吧 应该还是坐着这个下去吧 是深海龙溪 是深海龙溪 看起来很凶啊 应该是他们族群的别动队精英了吧 还是是深海龙溪 帆子 你在里面 我都 仔细数了一下 似乎年幼的小龙溪已经不见了 应该是被救走了 这下面真的进来了深海龙溪 那个家伙说的是真的 阿琪他难道真的是龙溪人吗 不过到处都没有看到他 他究竟在哪里呢 不想这么多了 我们返回上面吧 是 是阿琪 他在大人玉鱼面前想干什么 既然你们返回了这里 那我想问问 我们的营救成功了吗 有一些年幼的龙溪已经被救走了 但是老弱的龙溪在我们打败精英之后 躲回了水里 阿琪 你真的是龙溪吗 我不准备和你多解释什么 虽然我有和你们沟通的能力 但是我已经明白了 但是我已经明白了 和人的交流 只能以背叛作结 我们两个物种 只能够一直厮杀下去 在我离开之前 我要摧毁这个灯塔 你不要靠近了 也不要妄图偷袭我 这座高塔 似乎能听到我的愿望 只要我想 他就可以为了我变化光暗 甚至 只要我想 他就可以在我面前崩毁 只需要差不多捏紧拳头程度的念想 我就可以摧毁这个 给龙溪带来痛苦的东西 但是 为什么无法动手 这可比失去血之沙狐药严重多了 你有什么办法吗 这是 这是 三条蛇纠缠在一起样式的 挂坠 这条挂坠 自我记世起就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能和你的两块挂坠平和 笑话 你是想说 想说 我不太明白 这块是心海的挂坠 这一块来自大日玉宇 阿琪的那块 从小就伴在身边 我从小就和龙溪一起长大 除了这个挂坠半身之外 还有几箱子书卷 我通过他们学习了人类语言和文字 但是冤夏供在不久之后 就一个人类都没有了 空空如也 直到最近 我才有机会和人类接触 直到最近 我才知道书卷里的内容和意义 阿琪 你们人类书上有句俗话 我一直不明白 不过我刚才理解了 人属于它出生的地方 畜生属于它吃饱的地方 我是龙溪 我不是人 所以我要回去了 大日玉宇 就随便了吧 总有一天 我们还会回来的 阿琪 走掉了 所以最后为什么它突然改变心意了呀 嗯嗯 没错 如果是那个仙海的话 应该预料到了这个情况 才会把碎片挂坠给我们吧 现在问题也算是圆满解决了 我们回去告诉他吧 我还会把碎片挂坠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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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西海 你们回来了 刚才撤回的军士们和我说了一下前情 你和那个名叫阿琪的巫女合作 成功清除了黑雾 但是大日玉宇却突发了一变 是吗 是这样的 后面发生了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哦 这样吗 有点对不起 西海 我们把你给我们的挂坠送出去了 不用介意 就像我之前说的 海祈岛已经不再需要它了 它是最初海祈大玉神在渊夏宫 整顿朝关改革制度时留下的东西 三枚挂坠分别留给大日玉宇 珊瑚宫一脉和海祈玉室 本意也是想让乡人 递走官和神使之间能互相监督 但是如今除去乡人后代兴旺 其他两袭凋敝 这个挂坠也没什么用处了 你说海祈玉室 似乎也有士兵认为 阿琪是海祈神的使者来着 可惜树眼瞳其实是蜥蜴的特征 我们都被骗了 并不是哦 海祈玉室的造像通常半人半蛇 用以象征它们乃是蛇神的眷属 但是后期海祈玉室除去瞳孔 确实与人无异 反而龙溪人 弟弟蜥蜴人的故事 从来就是小说里才会有的设定吧 珊瑚宫的机密文件里 都没有这种东西存在的证据哦 啊 所以说 阿琪其实不是龙溪 海祈大玉神耗尽力量 创造海祈岛之后 力量逐渐衰弱 因此 海祈玉室不再诞生了 最后有记录的一位玉室 被寄予厚望 能沟通龙溪与人类的玉室 他在婴孩时代 随同其监护巫女 在冤下宫边 揣被龙溪袭击 自此下落不明 很多人都认为他死了 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他被龙溪们抚养长大了 玉室一族 对海祈民恩重如山 如今龙溪和海祈岛 不再有生存领土的争端 我真心地祝愿 内未能找到自己的归处 原来阿琪的身世是这样的呀 不过 如果血之珊瑚的原理是这样的话 我作为珊瑚宫的仙人神巫女 可能需要思考一个新的方法 来对抗圣土花了 说回眼前 这次托你们的福 圣土花问题得到了解决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 海祈岛得到了太平 十分感谢你 海祈岛得到了太平